提醒準備要前往香港的民眾要小心了 香港H3N2流感昨天再增加8宗死亡個案 有傳染病專家認為H3N2病毒出現了飄移 疫苗也失效了 請看我們來自香港的報導 衛生防護中心公布 截至星期四中午 過去一日新增11宗流感個案 7人死亡 早前承報的個案中新增1人死亡 累計共126人死亡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解釋 H3N2病毒死亡率高 主要是因為病毒出現抗原飄移 而且9成9是高危人士 另一原因是世衛錯誤估計 今年流行的病毒類型 袁國勇呼籲市民不要驚慌 注意個人衛生 不過他警告 要預防第二波疫情 另外 一批公民黨議員在中環發起 全城抗流感全民戴口罩行動 呼籲全港市民自備口罩抵遇疫情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